接下来看我们当时看到印度的小朋友 他校外教学 看到我们就跟我们耶的一生人这样子 好接下来看下一个第四个 纳兰达 纳兰陀在王社城北边12公里 你去大概要来回要一天 至少要半天 纳兰陀的意思是叫做知识的给予者 然后进门口的右手边有一个博物馆 请各位不要忘记要进去 我好几次都没进去 因为我都当学生的做牛做马的导游 那里面有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子 还有很多很多的佛像 纳兰陀传说是七世纪的时候 戒日王而见的 当时曾经所有的学生最高达一万人 学生有两千人 中国的玄庄 意境三藏都在这里参学 乃至于白教的马尔巴大医师 也在这边读书过 所以十二世纪很不幸 佛教遇到回教入侵 当时所有的东西连续烧了六个月之久 然后到了十九世纪 才经过考古学家而出土 现在我挖的呢 只是十四公顷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还在地底下 好 接下来介绍 纳兰陀大学主要的几个遗迹 第一个就是佛塔 这个我是拍的它的砍棒 原来的遗迹里面呢 是有很大很大庄严的佛塔 是石雕 里面是供佛像 下面是还原图 上面是修复的 所以还原当中呢 它应该是中间有个佛塔 然后一二三四 有点像回教一样 有四个很大的设立塔 中间传说共的释迦摩尼佛 还有前一尊迦摄佛的设立子 佛塔在印度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筑 也是一个修持 你可以看到这座佛塔 就是由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出资 然后这个是伙供的坛城 在玄庄大师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有写 当时他去参访的时候 大秤跟金刚秤都非常的兴盛 所以寺庙的人除了修中观跟为室的话 也接受金刚秤的教法 好 现在看 四面的所谓的森院 森院都是用红砖头所漆的 非常非常 你想想看有一万的僧众要住在这里 那是非常非常广大的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疗房 一格一格的疗房 这是森院的长廊 森众疗房的入口 接下来你看 一个森众大概就这么大而已 大概有一个椅子 然后其他地方给你躺下来睡 就这样而已 而且这还是教授的森众的疗房 这个是厨房 要供养一万人的伙食 这是一处目前保留很完整的水景 好 现在从左边 中间到右边 你可以看到两侧的森众 中间是它诵经 辩论跟修持的地方 可见古代的森众 在物质上它们很贫乏 可是在精神上 它们为了法 为了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 是昼夜精进的 所以当你去了圣地呢 看完以后回来想一想 我们呢 身在东南亚的佛教徒 是太有福报了 有时候福报太大了 却忘记了要精进修持 所有义我善之事 为我显示显行 长愿与我同集会 与我长生欢喜心 这个是纳烂陀的月亮 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顾人 所以我去参访了两次 我深深觉得 当时玄壮大师 为了众生 去那边 学了快十年到十五年 最后西天取经回来 这次我们讲的地藏十轮经 就是玄壮大师义的 想想佛陀 曾经在灵山说法 智者大师曾经入定 亲自见过释迦牟尼佛 佛现在还在那里说法 想想佛法要靠在家出家护持 尤其身重很重要 所以竹林青涩的 节下安居制度 现在真正保留的人 非常非常的少 圣弟子在石窟里 节级经典 后来传到了中国 现在你去看 纳烂陀大学 只有古物 但是呢 历代高僧 所发的怨心 所做的功德力 是从来不会消失的 最后这一段 是我学生姐姐的 感谢三宝 等诸佛菩萨的赴念 我们经过了一年大悲惨的努力 最后呢 搬迁呢 三四个月 全部成功 这是我们那天开关 拜大悲惨 而团体合照 也举行了新春茶会 所以 想想 轮回很苦 可是若我们有机会 扶持三宝 学习正法 然后又在如理如法的道场 学习佛法 其实我们是应该 非常的高兴的 这次六天讲座完 第七天 第八天以后 这个短片 我就会请商业经测上网 所以你就可以下载 然后呢 转成iPhone的档案 或任何的档案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第六部片 那我回国以后 就准备做第七部片 我好像佛教的歌星 每一年都做专辑 对不对 但是我发愿希望 把佛陀的八大圣地做完 接下来做四大名山 四大名山 五台山跟峨眉山 我已经做了 九华山跟普陀山呢 还要等待一下下 如果各位有图片 你要供养我的话 我也会非常的高兴 因为透过音乐图片 我们可以帮助很多 现代的众生 好 谢谢各位 掌声鼓励一下吧 你不要看这个片了 我们独独做了快 一个月到两个月 好 接下来 请看幻灯片 我继续讲 然后就讲经文 请看 一样在上次复习完了以后 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这两句话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 有时候我们常常 可以开灯了 谢谢 我们常常在大圣佛法里面 常常讲 常常讲 讲多了 有时候你会忘记了 真正修行的目的 你就觉得 哦 初一十五又到了 然后呢 我现在要赶去寺庙诵经 今天又要拜灿了 下个礼拜呢 又是消灾 再下个礼拜 又快要卫塞节了 我们常常很忙 忙进忙出 忙进忙出 可是我们常常忘了问自己 我为什么这么忙 答案请看幻灯片 为利益众生愿成佛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心啊 常常放在镜里 第二个 学菩萨道要利益别人之前 你要懂得改变自己 我们有很多的佛友 都是很有善根的 但是师父也观察到 虽然你学佛 你会跟我讲 你学了二十年 三十年 或很久了 可是我看看你的行为 看看你的讲话 看看你的智慧 我觉得你学佛 还是很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是要别人改变 不是要自己改变自己 你想想看 你现在若用网络 Key in 慈悲心 不管是Key中文 或是Key华文 全世界啊 有多少的书啊 很多啊 讲的人很多啊 可是做的人啊 很少 为什么有些人 你听到善知识 或是好的上师 或仁波界 他讲的道理 其实很浅 你都听过 可是他对你有感动的力量 是因为他愿意改变自己 先改变自己以后 才能会感动别人 这是我地藏法门第三次 所以我也要再重复强调各位 虽然你也知道 地藏菩萨的悲心愿力很大 你若一瞻礼 一头竹 一烧香 一顶礼 你求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都会让你 生生世世 所求如愿 但是有时候福报太大了 你反而会冲昏了头 有时候遇到了一些障碍啊 反而你比较容易觉悟 所以你要为了利益别人 你要愿意改变自己 好 请看 这次part 3 请翻开讲义34页 今天我要开始讲第六轮 所以这一次呢 我预计从34页到43页 全部把它讲完 请各位看得懂华文的字体的莲友 请各位先预习 好 我会越讲越快 因为有些经文是重复的 至于part 1跟part 2 我讲过了 我就不会再讲 请莲友不要再拿字条 告诉我说 师父 什么叫做地藏 地藏菩萨有什么功德 修地藏法门怎么修 请你清前面的DVD 因为很多莲友都是从第一次跟第二次听到现在这样 你重复问 基本的问题不是不好 不过我觉得对有些莲友来讲 是不太公平的 第二个 我会做地藏菩萨做一个总结 请翻开48页 若时间够我会看一下 看48月发广大愿 南魔大愿地藏王 愿我永离三恶道 南魔大愿地藏王 愿我素断贪嗔痴 一直到49页第10 南魔大愿地藏王 愿我广度诸众生 听好 请看49页第4行 这个是清朝 臣戒法师及 戒乡法师教定在 地藏菩萨的 灿仪里面 现在东南亚流通的灿仪 大概有两三种版本 这个并不是原文 只是它一 大悲灿的音归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智慧也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度一切重 这样同样的架构 清朝的称戒法师收集 戒乡法师教定的 我想让我十轮讲完以后 我想讲这个 接下来再看49页 各位都很熟的 七月你们都念了一个月的地藏经 我想为各位讲解 地藏经的建文利益品 第十二 这个祭送 第一首祭送 大家可以看到 49页第七行 释迦牟尼佛亲自赞叹 无观地藏微神力 横河沙节说难尽 建文瞻礼一念间 利益人天无量事 事实上地藏菩萨的所有的功德 根根可以跟大悲观世音菩萨媲美 所以在中国大政佛法的佛法里面呢 大概观音跟地藏菩萨 这是在菩萨众里面 排行榜第一名的 那在佛部里面呢 排行榜第一名的 大概是阿弥陀佛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地藏跟观音菩萨的愿力 是广大无边的 所以翻过来 49页到50页 有十八送 那是你非常的熟的 所以你也可以按照4849念这两段 就是发广大愿 如果你没办法拜地藏菩萨 因为有时候你的空间 或是上班 你可能有lunch time 住到外面公园去吃饭 你可以从48页一直念到50页 就三页 然后就念地藏菩萨的圣号 为什么 一个是让你发愿 第二个 诵经有地藏经的功德 接下来你就可以念咒或念佛 接下来回向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想为各位讲解 地藏菩萨的这个 建文立义品第十二 接下来再看七十九页 因为这是part three 所以七十九页 我就会跟你介绍 七十九页到八十一页 就会介绍详细的参考书目 然后还有第四类 其他相关的图片 会介绍东南亚的地藏菩萨的造型 以及跟各位相关 有修持有关的参考资料 这是我这一次六天准备要讲的 好 现在先看一本书 介绍各位 我手上就有 地藏菩萨广大无边 如果你问师父 要从哪里深入 我想这本书是最好的吧 地藏菩萨小百科 在新加坡的菩提长心就有卖 因为它有图又有文 而且也有历史 现代人很忙 老师说现代人不太喜欢看书 对不对 现代人都喜欢看图画多一点 漫画书 最好不要看书 看DVD最好 对不对 然后你看它这里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 Q&A举方说 一页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地藏菩萨真的有这个能耐吗 真的能够把众生度尽吗 它就两页 一个主题 然后它有讲义 也有图片 那你可以看到 全世界博物馆里面 或它收集得到的呢 地藏菩萨 像这张就是日本最可爱的 地藏王菩萨 所以我想这本书呢 是各位最好的入门 当然假如你还要深入 地藏菩萨的经论呢 那有非常非常的多的 所以建议各位 这边有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四大菩萨的小百科呢 都已经出书了 各位可以做参考 好 接下来再看 大院地藏菩萨 好 再看这张幻灯片 我再提醒 观任何的佛像 请你要观透明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样才能够空性相应 在所有地藏菩萨 待会我还看到 弘一大师所画的地藏菩萨 我今天在柜台上 有放着流通 我这次带来了 在所有的菩萨像里面 有很多张我很喜欢 但这一张我非常喜欢 One of my favorite 为什么 真正地藏菩萨 你见到它 你看下面是大海浪 它是坐在虚空里 而且它是透明的 真正你见佛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样的情况 就不是幻境 所以你观佛像 虽然我现在坐在前面 这尊地藏菩萨 也是很漂亮的 可能是中国的 汉白玉石雕 再来部分镀金的 但是你观的时候 不要观它是硬邦邦的 你要观佛菩萨是彩虹 透明一般 接下来看地藏地藏 引用一下 静明佛学社的楼上 地藏地藏菩萨的名号很深 它叫做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净律深密 犹如密藏 故名为地藏菩萨 那我们有时候叫 地藏王菩萨 那弘一大师 他其实有解释 念地藏王 不是不好 但是呢 地藏 菩萨 大部分呢 都叫地藏菩萨 比较多 比方说 弘一大师 建议人家念 东方药师流离光如来 应该念 东方药师流离光如来 这个是完整的名号 我们念东方药师 南魔 消灾严寿药师佛 其实消灾严寿 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 中国人 比如说 各位也有人问过我 师父我们念 南魔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你断气的时候 可以念这么长吗 南魔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我看呢 你还没念到第四句 你可能就断气了 其实你只要念 南魔 大悲 观世音菩萨 大悲不要也可以 南魔 观世音菩萨 对 中国人很喜欢 自己加很多东西 乃至于我现在看到 你们很多法宝流通里面 都喜欢乱乱改 乱乱加 不太好 你看师父的讲义 从哪里 出 我一定会注明出处 你看我奖金 是经文 就是经文 是补充资料 就会补充资料 这样后代人才不会混淆 不要乱乱改佛经 不要呢 故意呢 我要做一个我的庙 跟别人不一样的 佛法 不要乱乱改 你修改 或是增加 要有经文根据 所以 观音菩萨 你就念 南魔 大悲 观世音菩萨 就可以了 或是你不用加大悲 你就念南魔 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 或是观音菩萨 四个字就好 再来念南魔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其实 每个菩萨都是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地藏王菩萨 每个菩萨都是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文殊失利菩萨 各位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要知道 什么是佛法修行的重点 所以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当然称为地藏王菩萨 也有经论根据 但弘一大师 比较不赞同 鼓励 他觉得 大愿地藏菩萨 就可以了 因为大愿 是的确他的大愿 还有一个人 连友曾经问过我 说师父 他年轻的时候 就喜欢念一段文章 跟观音菩萨 白衣大士神咒 他问我 这是真的还假的 我就问他 你要听我讲真话 还假话 他说师父 我已经念了二三十年 我当然希望 听你讲真话 我说你念一定有用 因为你的真心 其实他见了我 他生病很动 然后呢 因为他已经眼睛看不到了 耳朵也听不太清楚 但是他一直都念念 白衣大士神咒 那我念给各位听 大家都知道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生 南无大死大悲 旧苦旧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人离难 难离生 一切灾阳化为尘 请问这是佛法吗 其实这里面一段 有民间宗教 也有佛法 你说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生 当然这是归一佛法 生没有错 南无大失大悲 旧苦旧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到这里是佛法 接下来 人离难 难离生 一切灾阳化为尘 那是道教跟民间宗教 要加进去的 那你为什么不念 普免品呢 所以啊 在希望各位不要生气 我现在讲地藏法门 就是说 难言福地众生 刚强难化 难调难辅 真正教你出钱 应普免品 你就不要 你喜欢应白衣大士神咒 真正教你念 法花经 你不高兴 你喜欢念 高王观世音经 当然观世音菩萨 不会说 你念白衣大士神咒 他就跟你讲 ちょっと待 你念错了 我不来救你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这里面有念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接下来 人离难 难离生 一切灾阳化为尘 然后就 噴 净里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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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是不是 可是你为什么 不去学真正的正法呢 这是师父想跟大家想的 你要就好好学 补门品 要求学 华元经 观自在章 你要吗 你就送 地藏菩萨经 地藏菩萨 本愿经 你没办法全部念 起码念 建文利益品 第十二 你要学的是 正统的 纯正佛法 那才有 无量的功德 而不要念一些 奇奇怪怪的 还有一种莲友是这样 很喜欢念咒 只要咒 净里咕噜 净里咕噜 都念 他也不管 这个是真的还假的 不要乱乱念 中国有一句话 请神容易 送神难 念咒 都有天龙八部 来护持你的 对不对 你念的真跟假 你自己要判断 那最好的是什么 大悲神咒 因为它是 九十九亿 克恒河沙茄 的 诸佛 成佛的咒 第二个 准提神咒 这也是九十九亿 克恒河沙茄 显密 圆融 共同的咒 还有六字大明咒 乃至于呢 你也可以念 地藏菩萨的咒语 好 再翻过来 请各位翻开 五十一页 五十一页 看第十行 对不起 看第九行 五十一页 念佛 以持咒 显跟密里面 都可以修 地藏菩萨 最好的就是念 南魔 地藏王菩萨 或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它四个字嘛 你念的时候 要很专心听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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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咒语里面 有三选一 一般我们都是念 这是最流通的 也很多的CD 也是念这个咒 甚至呢 这是叫做 地藏菩萨的 灭定罪征元 有出自于藏经 甚至呢 它又叫别名 地藏菩萨 法身映咒 另外两个咒 也是在大藏经 东密的传承里面 所保留的 你也可以念吧 有念总比没念好 当然假如严格的说 严格的说 就算不讲藏密 讲东密的话 其实也是要 灌顶口传 跟接手印的 比如说你念 准题神咒 有真正的老师教你 你必须觉得准题印的 那才会产生力量 所以你要学佛法 就谦卑一点 按照佛经的标准 跟要求 不要乱乱改 再看下面的幻灯片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不但观音菩萨很慈悲 地藏菩萨很慈悲 那你假如要我 一定要比 你说 哎呀师父 你不要说比 对不对 但佛菩萨都会比啊 文殊普贤 观音地藏 地藏地藏 他功德力那么大 他到底比 其他的佛菩萨 大在哪里呢 有一个 他大过观世音菩萨 就是在无佛的世界 他也能度众生 一般佛菩萨度众生 都要以过去的因缘果 对不对 像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可是先决条件呢 你自己要 皈依三宝 学佛法 这个地方有佛法 那佛菩萨可以来忽悦你 假如这个地方 已经没有寺庙了 也没有出家人了 经典呢 也没有人讲 也没有人研讨 也没有人诵经 也就已经都没有了 这块国土 已经完全都没有 佛法身 常住三宝在世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地藏菩萨会变 你接受的身份 可能他变一个 跟你做一样 巴黄拉德许的工人 跟你一起做工 做你的好朋友 然后鼓励你 地藏菩萨有这个功德力 也就是说 在无佛的世界里面 所有诸佛菩萨不能度 地藏王菩萨能度 而且地藏菩萨是非常慈悲的 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最后一卷 释迦摩尼佛才对着 套利天空 所有的与会 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说 地藏地藏 如之慈悲不可思议 如之智慧不可思议 如之辩才不可思议 如之愿力不可思议 纵使十方诸佛 全部聚集在一起 赞叹你的不可思议功德 都讲不尽 所以释迦摩尼佛 把要到弥勒菩萨出世 在我们无量世界的 这个六道众生交给谁 交给很多大菩萨 其中最主要的 他是交给地藏王菩萨 所以我这次去了 马来西亚JB洪法 去年五月 我去过了JBKL 还有居卵 还有一些地方 我就感觉到 在马来西亚像这种回教国家 佛法比较不兴盛的地方 你应该先什么 先修观音法门跟地藏法门 尤其我观察到很多道场 它寺庙非常的兴盛 为什么 因为它固定念地藏经 还有拜大悲叉 或是念阿弥陀经 跟念普门品 所以仰仗弥陀 观音跟地藏菩萨的加持 慢慢慢慢众生业就会改变 当然新加坡的佛教徒 是很虔诚也很恭敬 可是我也观察到 马来西亚的佛教徒 因为他面对了回教 印度教 还有民间宗教 还有基督教 天主教 四个宗教的对抗 所以马来西亚的佛教徒 很团结 对不对 透过大马佛教青年总会 或是马佛青 全国的组织力很强 反而从这里来讲 新加坡的联友 组织跟组织 比较不愿意合作 为什么呢 个人做个人的 当然各有好坏 我要说的重点是说 若要让众生 在这块国土上 三宝能够兴盛 的确弘扬 地藏法门跟观音法门 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这几年 深深的一个感触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善根都很好 也不是每一个人 一开始就能够 接受阿弥陀佛 也不是每一个人 一开始读 《大方广佛华言经》 你就读懂的 所以尤其宏毅大师 特别地提倡说 若有众生 假如自己病痛很多 想要修行 心有余而力不足 自己障碍又很多 缘亲在主又很多 甚至幽民界众生干扰 那你就干脆 拜地藏菩萨 念地藏菩萨的圣号 然后呢 若其他诸佛都不能度的话 地藏菩萨能度你 这也的的确确的 这是真的 我举一个例子 多年前 我在台湾帮助一个联友 他往生了 要帮他祝念 他当时 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一生造了 很多的恶业 甚至毁谤出家人 甚至到寺庙呢 来做这个义工 做到权力很大呢 还丢盘子 这样子 哇 我都看过他丢 然后发起脾气来呢 是在家出家都骂 他是一个在家女居士 他死的时候就很痛苦 整身脸子变黑的 然后脸呢 就是陷那种 恶鬼道的众生 然后这时候 你叫他念阿弥陀佛 他觉得很吵 他把你赶走 你只要念观世音菩萨 也没有用 后来我们帮他助念呢 大家都说怎么办呢 后来他的家人 其实也求我们 我们说好吧 我们帮他念地藏菩萨 然后我就教他们 分一半 一半家人 在地藏菩萨佛像面前 拜佛 一半的莲友 昼夜帮他念地藏经 连续念三天 然后我们助念的时候 念地藏菩萨圣号 就像我们唱 我表演给你看 当时我就因为 他快断气了 我就念四个字而已 我记得我是这么念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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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一念地藏菩萨圣号 他立刻心就宁静了 注意听 再听我再跳一遍 隐庆不要敲两声 你们都很喜欢这样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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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们念奥密度波大概是这样 念观音菩萨也这样 听好是不是有个真诚建议 不是说不好 注意听 法器法器是很重要 你可以自己实验看看 你躺在那里 假如你现在发烧了 你听 敲两声比较好 还是敲一声比较好 你听 这是第一个A选择 再来看敲一声的 听哦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第二个 为什么 注意听 注意听 这是夏连菩老居士 黄念祖老居士 他的师父教的 因为他曾经在他们文革之前 打地中 庆 隐庆 隐庆叫做隐起善根 什么叫法器 法器就是如理如法的打 你会得到真实的法义 所以夏连菩老居士 曾经自己亲自打地中 打佛器 打到满地全部都是设立子 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听着讲的 这些你们很少听到 因为我跟他有缘 他就特别讲 隐庆要敲一声 阿弥陀佛也是 你看我在精明佛学社 师父敲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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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敲一下 刚好他的拉长音 刚好是四个字 所以不要敲两下 你回去试试看 以后注念的话 你会感觉呢 你躺在那里的时候 声音不是很刺耳的 这个是很重要 好 我继续讲 后来呢 我们就帮他那女居士 就念地藏菩萨 你念地藏菩萨 他心就静下来了 他就不会乱叫 有些身在游民中心 在中间会叫 他一念地藏菩萨 他心就静下来 然后我们就帮他注念 念了一个小时以后 他的脸有黑的 就开始变成白的了 正常的人 再来呢 再念一个小时以后 他的脸就红光满面了 可见这是地藏微神力 为什么呢 因为地藏菩萨 连三恶道苦难的众生 都能度 特别的是 他在无佛的世界 也能度的 所以假如脸友 你去帮人家注念 或是你觉得 你叫他学观音法门 他也不高兴 叫他学药师法门 或是拜大悲观音法门 他也绝不相应 那师父给你一个建议 叫他修地藏法门 小朋友也会念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四个字很简单 但是那是地藏菩萨的 威神力加持 再看 下一张幻灯片 一切众生都有慈悲心 地藏菩萨也像观音菩萨一样 广大无边 可以变各种的动物 来广度众生 所以我们既然要来学 地藏法门 第一个 你可以能够学的呢 就要控制你的念头 你看 我们的念头 就像无尽的瀑布一般 假如我们不昼夜精进的 禅作 诵经 读佛法 调伏自己的烦恼 那我们呢 心会很乱的 就像上次放过 清明的云月从乌云中出现 我们的烦恼习气 现前的时候 就像星球被遮住 但有时候你会觉得 心而力不足怎么办 求观音菩萨 或求地藏王菩萨 他的悲心愿力很大 我们的心念变化 就像初一到十五的月亮一半 琴时多云偶振雨的 因为你常常的练习 常常的念地藏圣号 或念地藏菩萨的咒语 按照地藏菩萨本愿经 教我们的法门呢 起码一天你要念 一千声地藏圣号 注意听 一千声是很认真念 不是像你们这样子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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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很真心的念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要出声音不出声音都可以 可是你很用心的观想 连续念一千声 大概十五分钟 然后你平常叫散乱念 就像有念总比没念好 但是你若很认真 很认真的 按照地藏法门 注意听 最短最短的 就一天念一千声地藏号号 但是要连续念三年 不要中断 地藏菩萨 以及派天龙八部 这一声昼夜一定护持你 那你可能有问题问我 师父 假如我们断了一天 可不可以第二天厚补一下 念两千声 好吧 那就可以你补吧 总比你没有念好吗 对不对 但是不能常常补 对不对 你不要常常假装忘记 但真的你要很认真念 真的 很认真的念一千声地藏号 一千声地藏号 圣号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对不对 连续念三年 那地藏菩萨 他曾经发愿 他昼夜一定会护持你 先看 愿心无尽的地藏王菩萨 先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我会重复放照片 希望各位不要介意 但我解释角度会不同 这张地藏菩萨呢 还有大张的一张 然后呢 是带五方佛宝观 也就是诸佛菩萨都有 五方佛的智慧 这是我在学佛 第一次我供的地藏菩萨 是这一张 然后我非常的高兴 后来当然现在 很多的图片都数位化 比如你上网一查 很多很多的网站都有 佛像可以download 但是我要解释的是说 地藏菩萨 他的左手 我们看到是右手 他的左手呢 是有拿摩尼堡珠 跟六臂如意伦观音一样 是摩尼堡满众生的愿 那他的右手 是拿着习葬 因为他是现出家乡 所以在古印度 出家人是要拿习葬的 为什么拿习葬你知道 走路的时候 咚 还有以前古代 不一定有门 他是不是敲门 他是在习葬 咚咚咚 三次 然后呢 居士就会开门 说知道是师父来的 他们就会供养食物给他 所以习葬变成是出家 生种的一个象征 那现在 我想我们出门 大概都是拿行李箱吧 没有拿这个习葬 这个习葬反而是保留 变成在出家种 比丘跟比丘尼 受戒的那一天 我们会拿习葬 拿完以后 本来是要送这么大的习葬 因为经济不景气 就缩小缩小缩小缩着这样 然后就放在佛桌上 变成一种法器的象征 注意听 地藏菩萨的这个 所谓的习葬 可以正开地狱的 他可以表示 可以破除一切众生的恶业 这个代表五方佛的宝观 代表地藏菩萨有五方佛的智慧 好 请看经文 第三十四页 第十五行 禀六 第六佛轮分二 丁一 受诸喜乐 成就亡轮分二 物一 自他想无量的乐 请看经文 善男子 好 释迦摩尼佛 又对着地藏菩萨 跟与会大众说 就想像差地利灌顶大王 差地利是印度四种性之一 差地利是做军事 跟行政的贵族 假如差地利灌顶大王 他安置一切的国土 他有坚固的城郭 城郭就是坚固的城墙 有村落 有树达 还有国义跟王宫 就是不同的建筑 乃至于广说 他拥有一切的房子 还有鹦鹉 还有鸟 还有各种防卫的各种工具 因为古代国跟国之间还是会打仗 部落跟部落之间还是会打仗 表示说差地利王拥有一切 然后差地利王拥有一切 请问人 就像你在新加坡 请问 你好不辛苦 买了一栋房子 然后呢 你搬进去了 装潢了 有电视了 有冷气 接下来你就怎么 你就每天躺在那边吃饱睡 睡饱是看拐 对不对 同样的下面你看 当然人拥有这些土地 城郭就是城墙 乃至于所有一切的时候 人就会什么 中国一继续就会享乐 所以自处于宫中 与各种眷属 后宫彩妃 彩女 常自围绕 于此请看幻灯片 游戏五欲 种种乐趣 放置你的六根 而且享受世间的快乐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 在世间的角度来讲 听好 十轮经里面 十轮都分前段跟后段 前段就是讲 成就转轮圣王的果位 后半段呢 都是讲成就佛的果位 所以它都是分两段说 一个叫成就王轮 一个成就佛轮 就像释迦牟尼佛 当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亲 静放王 请阿斯陀天人 为他看相 他说 哎呀 亚如太子呢 不出家的话 他将来会做 印度转轮圣王 统治整个五印度 因为印度当时是分裂的 可是 释迦牟尼佛 静放王的太子 他是有功德力 统治整印度的 第二个 他说 假如他出家 好好修行的话 他会成为三界究竟觉悟的圣者 可是那个时候 我看不到了 所以阿斯陀仙人就掉眼泪了 他说 顶礼佛陀说 希望你成佛的时候 不管我投胎到哪一道 请你来度我 所以可见呢 前面的经文一段是讲 世间成就王轮 是世间帝王的果报 后面呢 物丁二成就佛伦 是讲 初世间成佛的果报 好 那现在看世间的国王 其实 我在金明佛学社说过 不要羡慕富贵的人家 我讲一段给各位听 或许你听过 没有听过就专心听 听过就当复习 尊贵的大宝法王 在十七世大宝法王 在佛伦家也办大法会 我参加过两年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很殊胜 那我参加的时候 当然法王很慈悲 他见全世界的人 那当然藏包也是他的民族 然后呢 我亲自见他 我有一个朋友 他懂英文跟藏文 他跟我在佛伦家也的时候 一起住 那时候人非常的多 所有的旅馆都满了 结果他就参加藏人的法会 法会呢 法王连续讲了三次 说藏人不要发愿 将来做文武百官 或富贵人 他说为什么 他说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来 西藏人你可能看到 东南亚的佛教徒 非常有福报 你看 背的背包也是很好 吃的也是很好 穿的衣服也很好 对不对 又有手机 又有相机 还有很酷的墨镜 对不对 我们什么都有 我们还有护照 对不对 所以难免西藏人 可能就会羡慕 我们东南亚的人说 我希望我也来一生 有富贵的人 道宝宝说 不可以 不要发这个愿 因为在贤结 坚佛成佛的地方 你只要发什么愿 都会圆满 包含发好愿 跟不好的愿 也会圆满 所以去佛陀 圣地的地方 你念头要很谨慎 那为什么大宝宝 那为什么大宝王 古博已经欠他 不要做 发愿做富贵的人呢 他说 富贵学到难 当你学了佛 你现在很苦 你现在了布施 做义工 当你发愿 来生做 转轮胜王 可是你做国王的时候 权力跟欲望 会让你迷失 这一段是我解释的 所以大宝宝王 亲自劝西藏人 不要发愿做 富贵的人 富贵的人或文物百官 而要发什么愿 愿我生生世世 在在处处 我都遇到佛法身三宝 愿我生生世世 在在处处 都遇到好的上师 愿我生生世世 在在处处 都有菩提心 能够帮助众生 这是大宝宝王的开始 为什么 从这一段经文 你可以看到 富贵的人 其实是很苦的 各位你没钱的时候 你当然会羡慕 有钱的人 你说师父 你讲得很好 你不知道买一栋房子 很好 每次我经过 Ultra Law 看到Full Seaton Park的时候 我都幻想 假如我住里面 有多好啊 对不对 我也坐过 计程车经过那里 没错 可是你知道 他付出的代价 有多少吗 新加坡有很多地方 可以住吗 你知道 我们讲福气 福气 有福就有气寿 你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比如说你现在很苦 举个例子不要生气 你现在很苦 你来听闻佛法 结果呢 你这辈子去了圣地朝圣 你发了愿 做广大的功德 来生呢 你做了国会议员 或做总理 其实你就不会来听经了 你大多人只知道 哈喽师父 我来上香啊 在门口等我啊 他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进来 这样 进来以后 嗯 师父我上香了 我护持三宝 开个收据 OK师父 Keep in touch 拜拜 送经记者回向给我 就走了 现在的文武百官都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 对不起 师父只是讲佛法 我没有任何目的 你不要想太多 我知道新加坡现在在大学 我没有 真的 真的 你当文武百官的时候啊 你都会冲昏头的 为什么 权力与欲望会让你迷失 为了因为这个DVD将来要流通 免得有误会 你就举我们台湾的阿扁总统好了 我今天说一说他的 我对他其实以前他曾经说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很赞叹过他 为什么 扫黑 扫黄 黑白两道 这样整栋交通 他一拍桌子 他立刻做 他做得非常好 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 可是说台北市长是小嘛 很有魄力嘛 因为他就适合拍桌子啊 然后明天就做 当国的总统就不一样 他自己是学法律的 对不对 也因为法律 聪明反背 聪明误啊 人在高位的时候 权力欲望会被迷失的 对不对 所以他贪污了 贪得最多 他在位置48年 其实我们台湾所有进步 但是呢 有5%到10%的人都哀哀叫 没有饭吃啊 到现在他已经被判刑了 还有人说他是被冤枉的 那些人脑筋不知道怎么想 好 再不要说你们 再说师父好了 我也发愿我生生世世都要遇到佛法 我也发愿我生生世世出家修行 广度众生 告诉各位事实的真相 我过去很多事也都是出家人 而且我也是法师 我不是今生才是法师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点点小秘密 但是假如我们没有这个愿心去炫目世间的这个五欲六成 你想想看 当国王 对不对 很有福报 可是半君如半虎 当国王三公六愿七十二兵妃 那你想男女的欲望 他可以使清净犯行吗 你现在一个老婆跟一个老公都搞不定 你还要三公六愿七十二兵妃 你真的有这么多的体力吗 马来人呢 五个老婆或四个老婆 他就已经搞不定的 所以你不要羡慕文武百观 不要看表面的 好 那假如师父自己没有很坚定的愿心 假如我修得好 我这一生就欲知实至去极乐世界 当然我的愿望是这样 那万一我举例而已 我想不会是万一的 我只举例给你听 因为举你们例子你们不高兴吗 举我的例子比较OK 万一我没有往生极乐世界 你想想看 以我这一生 对不对 这么辛苦 奖金鸿法 广度众生的功德力 来生我相貌一定非常好 我也一定很聪明 口才也一定好 我搞不好就做做银行的CEO 对不对 然后也因为我这一生修的功德力 对不对 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结缘品 我人缘一定很好的 帅哥美女都是跟着我的 那要我心不清静 那就阿弥陀佛啦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 然后呢 因为我自己修的福报 口才很好 那我想来生的我 一定呢 若不提醒自己的话 我自己也会很骄傲的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一生修的功德力 来生一定呢 所求如愿的嘛 生意一定做得很好啊 人缘一定非常好啊 甚至我可能穿名牌啊 吃的是很好的啦 我可能就不会想吃素啦 对不对 什么西腹的 什么富的都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到全世界旅行的时候 走到哪里啊 因为我做网站啊 全世界人都听我奖金 所以走到哪个国家 那我人缘一定很好的 人缘的很好的 然后我可能就慢慢慢慢忘记佛法 当然可能我会遇到师父 我也很虔诚 你做大护法 做功德主 但心中的烦恼呢 你能不能调伏啊 那想一想 请问 假如我来生都能够做CEO 请问你是什么欧呢 你可能是OG building里面 卖个工作的人的 这个ante或uncle吧 所以不要羡慕富贵 这是师父告诉你真话 佛陀他本身是印度的太子 他拥有全世界最尊贵的相貌 他拥有最高智慧的才华 印度婆罗门教所有的经论 全部他都学过 佛陀他有最好的太子 太太耶稣陀罗 佛陀也生了孩子 对不对 罗侯罗 可是佛陀都知道这些是虚幻的 他是半夜绕跑的 那我们呢 为什么还要去羡慕 世间的五欲六成呢 同样的 我多说几句不要生气 在家不要羡慕富贵 出家也不要羡慕 你的庙很大 信徒很多 徒弟很多 冤亲在主更多 这是真的 你没有功德力去调伏他们 你怎么去教育他们呢 再看 世间人 看幻灯片 很快乐 你问年轻人 他活着做什么 就是吃喝玩乐 你看新加坡建设得很好 你也会发觉新加坡 阿朱罗来度假的人都是很有钱的 每天吃喝玩乐 午听 然后呢喝酒 喝了酒以后呢 脑筋糊里糊涂 做的都是违反五戒十善的事啊 你觉得他相貌很好 这辈子很聪明 穿得很好 住得很好 但是那个福报只是肥皂泡而已啊 用了多久呢 再看下面 年轻人就是吃喝玩乐啊 穿的那衣服都是呢 各种奇奇怪怪的 叫Fashionable啊 流行啊 时髦啊 再来呢 没事呢 就去唱啊 歌啊 当然唱歌我上次说很好 唱歌可以给大家快乐 可是每天你会发觉 真正世界人 每天的享受都在买 吃喝玩乐啊 所以老师跟你说 我学了佛以后 我从来就不看电视了 我已经有25年不看电视了 你说师父 你好像生成古人哦 对 没错 我仍是活在这里 但我心是在读古代的佛蝶 很好啊 我除了教学之外 我才会看电视 看好的电影 做教学 或朝圣的电影 我25年都不看世间的报纸 我从来没有看过报纸 你又没想过 你说我们没有福报 我们没有福报 现代人买报纸 跟买乱七八糟的杂志 跟电动玩具 都花多少钱啊 你说你没有钱 不失骗人的铁公鸡 一毛不拔 那是你没有善根 你不知道福报是会变的 你没有智慧 趁在你有福报的时候 去种来世更广大的福田 所以福法 劝你不要羡慕富贵人 富贵学到难 希望大家放在心里 而要发愿 我生生世世呢 都遇到佛法生三宝 我生生世世呢 都能够有良师 亦有好环境 我生生世世 不论在家出家 我都都精进地羞耻 利益众生 你要发这样的愿 听好 假如你发这样的愿 来生 其实你还是会生在 有福报的家庭 因为你过去的功德跟愿心 你还是会生在好的家庭 生这个家庭呢 会给你最好的教育 然后呢 给你学习最好的科技 最好的 你有很大的能力 透过做医生 护士 老师 药剂师 或是各种行业 去帮助很多的众生 那你才会真正有福报 请看物二 国土恒增安乐 让我讲一个段落 善男子 差地利总贯顶大王 成就如是第六王轮 由此轮故 第一 让自己的国土 增长平安与快乐 第二 能调伏一切的怨敌跟恶友 你看他有功德力 有敌人或恶友 他可以跟他沟通 英文叫negotiation 最后敌人会转变为朋友 这就是 差地利总 灌顶大王 他有这种功德力 第三个 善守护身 保护自己的身体 而且身心很健康 寿命很挣扎 再看下面 丁二 圣物防守 成就佛伦 刚才是讲世间的功德 现在讲出世间的功德 请看三十五页 先看科派 物一 陷入一切成定 请把成定画起来 一般人理解 地藏菩萨都是度鬼的 还有度幽明界众生的 还有呢 地藏经不可以晚上念 而且地藏菩萨不可以供在家里 这是一般人不太了解佛法的想法 当然以前台湾民间宗教流行的时候 一般人没有听闻佛法 也是这样想 没有错 我没有责备各位的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 地藏菩萨 早上 中午晚上都有 但是按照地藏十轮经 注意听 早上起来的时候 念地藏菩萨 念力 感应力会比较强 因为 他在一大清早 我们早上 大概呢 三点到五点的时候呢 或到天亮的时候之前 地藏菩萨进入 甚深的克恒和谐沙定 这在十轮经里有讲 这时候地藏菩萨会入定 然后千百亿化身 看哪一个众生 今天我要用什么方法去帮他 所以这里物一 请看幻灯片 入一切禅定 可见禅定力很重要 还有 假如你在修禅定当中 不管是南传 北传 藏传的禅定有障碍的话 建议你拜地藏菩萨 供地藏菩萨 以地藏菩萨的功德力呢 可以除去你禅定的所有障碍 而你最容易入定 请各位翻开讲义第十五页 复习一下 十五页 标题在第十四 三 禅定圣身 悲怨广大的地藏法门 你可以看到第十五页 这全部是地藏菩萨的名号 前面他会这样 一心鼎礼 进入具足无边制定 地藏王菩萨摩赫萨 可见地藏菩萨的禅定力是很深的 因为你只有定你才能够开般若智慧 好 那我可以回答你十五页旁边写 你就会问师父为什么地藏菩萨 有这么大的功德 而且连无佛的世界 别的菩萨都不能度 他能度呢 答案是写在旁边 他正入了华言三昧 地藏菩萨身通华言经 所以地藏菩萨的弟子 除了念地藏经之外 接下来呢 大部分学很多的法门 其中一个会学华言经 所以弘一大师为什么弘扬 地藏法门跟华言经 这是有关系的 因为地藏菩萨正入华言的 无量三昧 华言经上有很多很多的三昧 无量无边的三昧 所以你看看第十五页 地藏菩萨的禅定力是很深的 同样的我们自己的禅定力 也要加油 翻回来第三十五页 物二 横距失无畏德 对于那些天龙八部 或称心肯重的这些众生呢 地藏菩萨会加持你 不会害怕 而且欢喜喜欢 布施给他们 得到失无畏的果报 第三 看幻灯片 物三 你不论在家出家 要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要有很多人事物的条件 若你人事物有障碍的话 或是呢 这个寺庙常常吵架 这个寺庙常常斗争 这个寺庙 这个经费有困难 拜地藏菩萨 送地藏经 念地藏圣号 然后呢 而打坐 这样的话 你的佛形事业会圆满 第四个 因为地藏菩萨的加持 让你事出事间都圆满 最后你会住在心非常的安稳 而走到哪里都不会恐怖 有些连友生活在现代 动不动地就会跟我讲 师父 我压力很大 师父 我动不动都害怕 师父 我看到任何的事情 我都怕 这怕有好几种 注意听 注意听 我知道 我有在看时间 再给我五分钟 我就告一个段落 总是要让师父讲一个段落嘛 对不对 不然换你来讲 对不对 专心听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好像很害怕 害怕有好几种 第一种是自己的称心 恐惧心 杀心生起的时候 面对境界 这是第一种 自己心中感到恐惧 第二种是 你过去跟别人结过恶元 外来的力量 让你觉得恐惧 甚至你会幻觉 甚至人家好朋友倒给你呢 你都会觉得 他倒的果汁里面 有没有放迷幻药 然后呢 他倒给你的东西 你还会猜 这里面有没有加东西 你会一直去猜 这就是外力的恐惧 第三种是 自己跟外力 身心呢 负面的互动很长 所以你不相信别人 别人不相信你 你报复别人 别人也报复你 这种是第三类的恐惧 我再讲一遍 第一种恐惧是自己的 称心很强 贪称吃 第二种是 外力来的 让你感觉到恐惧不安 第三种是 自己的心跟外力的心 这样互动 所以你看到哪里 走到哪里 你觉得恐惧不安 纵使你晚上睡觉 都怕把灯关掉 来我调查一下 晚上睡觉 全部灯都关掉的 请举手 手放下 有些习惯呢 墙壁留一盏黄色的灯 或床头有一盏盏灯的 请举手 好 那一定要开得亮亮的 这样才睡得着的 请举手 没办法 各位还蛮省电的 注意听 一 生理学上来讲 睡觉最好把灯全部关掉 因为你的心才会完全宁静 但是你若老菩萨 怕早上 睡觉的时候要站起来 要去上厕所 怕撞到桌子 所以床头留一盏黄色的灯 这也是可以的 那要 灯亮亮的人才睡得到早 答案是什么 因为你心中是恐惧心很强 你没有安全感 念地藏菩萨 拜地藏菩萨 就会除掉你 这三种的恐惧 这是真的 好 请看禅修 释迦牟尼佛在开悟之前 你看他也在 菩提家也湖边龙王来护法下大雨 所以禅定事实很重要 我希望这几年来新加坡弘法能够除了帮助你了解很多佛法之外 希望在禅定跟智慧上 指跟观也就六度里面的传定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能够加油 再来看所有的佛像脚都是盘腿蹲 你有没有看过脚这样子开开的躺着的 没有这样的佛像吧 只有观自在菩萨 自在做 一个脚放下 一个脚这样翘起来 我说不要学那样 因为那是艺术的雕像 可是你看所有的佛像都是盘腿的 接下来再看 好 今天没关系 待会可能没有空 明天你入场的时候 师父会送给你们 弘一大师亲自画的地藏王菩萨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一张翻拍的 刚开始你看的时候 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你越看心会越宁静 这就是弘一大师亲笔所会的 那他的原版上面就有写 南魔地藏王菩萨 这是大概15年前吧 师父在台湾一个新竹地方讲经 刚好他的寺庙 有这张佛像 后来我真的他们同意而翻拍的 有大张跟小张 大张是让你供在家里 小张是什么 带着在MRT上 Hello 地藏菩萨 我又看到你了 你有没有想我 那是给你观想用的 知道吗 大张跟小张的设计是这样 像弘一大师画的地藏菩萨 看这一张 表面上看起来你不怎么样 你注意看他的脸 越看你的心会越宁静 这才是真正佛像画的好 他会让你升起功德心的 所以地藏菩萨的禅定力很深 他生生世世不失 无量的功德 可以降伏天龙八部 妖魔鬼神 而且地藏菩萨眷属圆满 所以人事物圆满 他的佛形事业一切圆满 最后他心中可以震到华颜三昧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好 那请各位联友先预习 今天是到34页 请你预习到43页 好不好 多看几遍 听好 这是玄庄大师翻译的 当然他翻译得很精确 不过他是唐朝的古汉文 有些字字会比较难懂 我会慢慢跟各位讲 除了讲经文之外 我还会讲一些例子 还有跟我们生活上有相关的 跟各位勉励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电话 感谢观看